我们再来看强烈台风山陀尔朝台湾方向前进 预估2日从高雄屏东一带登陆 由于山陀尔结构完整 移动速度缓慢 预料会带来致灾性的强烈阵风 对于沿海地区带来影响 高雄市政府要求市民避免前往海边关浪 若违反违定 那么会祭出重罚 山陀尔台风逐渐逼近台湾 预估将在南台湾高雄登陆 高雄市政府如临大敌 市长陈其迈一号到前阵渔港视察防台准备 确认各项工作滴水不漏 由于山陀尔台风结构完整 恐成为台湾气象署有记录以来 直接登陆高雄的最强台风 预料会带来17级以上的致灾性震风 对沿海地区影响大 高雄市政府下令严禁民众靠近海边 山陀尔台风还没有登陆台湾 在高雄的沿海就已经出现阵阵长浪 高雄市政府将这里列为管制区 拉起了封锁线沿进民众观浪 若有违反规定者祭出重罚 那我们跟海巡署的海巡舞队 一起在做这个海岸边观浪民众的劝离 目前民众都很配合 只要我们有吹哨音然后劝导 其实他们都会很配合的离开 海浪穿越堤防打上岸 虽然高雄市一号停班停课 但阴风雨还不明显 有民众前往海边观浪拍照 一一遭到海巡署劝离 得知强烈台风将直突高雄而来 不少民众难掩用心 会担心 所以说我们会把一些可以固定的东西 我们都先固定先收好了 对对对 现在市政府也都有强力的宣导 对对对 我们也都有配合在做 就怕会淹水淹在我们家 就很难清理 除了呼吸民众远离海边 高雄市政府发布68条土石流 前市溪流 两处大规模崩塌前市区 预防性撤离超过1600位居民 凤凰威视彭世霆 柯正强 高雄报道